明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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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中 既得甲在上周重开后 西巴共球体看来很快回归了 西甲主席迪巴斯早前接受访问 指望6月12日能够重启联赛 而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侵习 賽會也採取了嚴謹的防護措施 去到保障一班已經重返操練 兼且準備比賽的球員 但保護得到心理方面 球員在這個階段的心理狀況 又應該怎樣去到兼顧呢 非常時期、非常體育 歡迎大家又和我們一起關注 疫情底下的世界體壇追身發展 上星期德甲就重新啟動再次追夢 很多球迷相信都有看德甲的直播比賽 聽說很多球迷都很想看足球賽事 所以有10億人都在全球關注德甲的比賽 不知道Wiki有沒有看 當然有看,真是臥波 差不多兩個月就沒有… 正式就看一場足球比賽 也留意球員的狀態如何 如果純粹第一場球,可以的 速度算是很快 多門特一個好的戰果,因為得到三分 我特別留意賀蘭 這個中鋒真是不得了 絕對身價是高的 的確是他表現得不錯 還有托根夏沙特、白蘭治的表現 都相當有水準 現在當夢特繼續追趕著 榜首的拜仁慕尼克 賀蘭當然很關心 究竟德甲之後,哪個主流聯賽 可以重新又踢回呢 西甲這邊準備情況又怎樣呢 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復操流程 西甲只能夠踏上回歸之路 其實是率先取決於 由賽會贊社的復操約章 這份約章是得到西白衛生部門的 認可和批准 內容都相當嚴格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按捕就班 令到所有持訓者 可以在健康的大前提下 重啟聯賽 經過檢測球員有沒有感染病毒的準備階段之後 球員在上兩個星期已經進行了單獨訓練 除了每次最多六人留在球場裏 他們的交通、處理個人物品 以及訓練日程的安排方面都相當嚴謹 而接下來到了5月18日 就開始去到下一個階段 就會擴展去到一隻小組的訓練模式 不過每組就設了上限最多10個人 而且球員由那一刻起 你只能夠出現在訓練場上面 和單獨地留在自己的酒店房間 接著下個階段就去到6月頭 將會是最後一個階段 到時全體球員終於可以聚在一起練球 當然他們仍然要遵守之前 一系列跟從開的衛生守則 務求將感染的風險減到最低 所有的復操、復賽計劃 都要因應當地的疫情如何進展 西方幸運的地方 星期日都有個好消息 當地的死亡個案是82個 是兩個月以來最少的單日個案 似乎疫情慢慢都受到一些控制 當然西方很多球會 現在都有很多考慮的地方 第一件事 自從3月中之後 都已經有兩個月就沒有比賽 到底球員的狀態如何維持 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量的地方 上個星期看到球員主要都是去跑步 看見新 到底現在這樣的狀況 應該如何保持狀態呢 其實阿瑜 我想起情況 譬如好像教練一樣 其實到3月你說聯賽停一停 讓球員休息一下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接近這個差不多季尾 但問題是休息太久了 已經兩個月了 當然那些球員的狀態 一定會跌倒 這個疫情是令到球隊的球員 是未經歷過、未試過 是甚麼情況呢 譬如現在我們當作一個位置 球員可以自己去練 甚至少一個群組去練 但問題是這個訓練之中 之後是沒有優異賽的 那怎麽可以去準備第一場球 這就很靠那些專業人士 講教練的團隊 無論在狀態、心理、心理方面 如何去幫助一個球員 因為每一個球員都是不同的 所以是困難的 但都要面對 的確西派有些球員都憂慮 早前阿爾巴 都全隊發了聲明出來 表示對於現在的疫情底下 去復操、復賽 都有點擔心 畢竟他們擔心自己感染之外 可能會影響到家人 另外一件事 就好像華拉圖的隊長摩恩奴都說到 他說到現在開始 慢慢有些小組的訓練之後 6月12日如果真的再踢的話 其實他覺得狀態 六七成左右 加上剛才Wicky說 就真的沒有甚麼友誼賽 可以讓他們安排去踢 所以他都擔心那個狀況 另一件事 大家可能比較憂慮 就是多地的天氣 大家會了解到西班牙 其實特別是南部 即安達羅西亞區那邊 其實6、7月 歪近40度 都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 所以天氣熱 加上又那麼久沒有比賽 又沒有友誼賽 比吹谷狀態 其實很多人都憂慮 球員受傷的情況 可能會更加容易一些 所以西班牙 祝總賽會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那你說三日或四日去比賽 其實我覺得是祝他的時間可以回 但當然了 如果你說去到那個 即是說六、七月的時候 那個天氣這麼熱 其實如果你說 早上下午比賽 其實就不適宜了 那你說晚上我覺得可以的 加上你說這幾年 都可以說 當天氣這麼熱的時候 都有一些水冷靜 可以給球員喝水 有這樣的情況 就不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但是最好就不要兩天 我一天打一場球 這件事是很新 可能需要這樣做 因為要趕及去完成這個球季 但是我覺得效果不一定是好 甚至乎可能很多球員受傷 西甲賽會的主席迪巴斯 就表明很想每一都踢 甚至大家記得 其實季初的時候 星期一踢不踢球 都有些爭拗 因為有些西甲的球迷 就覺得星期一安排比賽 就不是很方便他們看 結果今屆就沒有安排到星期一 但迪巴斯這幾天都重新了 他說 就來近伏賽的話 星期一應該都要 就是他們趕賽程都照踢比賽了 當然我們說了很多 關於球的狀態 體能方面 心理狀況其實需要顧及到 看看有些什麼相關的消息 自從肺炎疫情稍微緩和 西甲賽會就議定了 四個階段的逐步開放訓練 務求達到六月復賽 七月元位的目標 眼見賽程那麼緊密 健康監測又那麼嚴謹 球員還要那麼長時間 和家人分隔 所以前蘇斯達球員 兼現任的西班牙球員工會 秘書長迪亞高利維 就開口表明 對球員的心理狀況感到關注 不知道專家對這方面 又有什麼見解呢 鏡頭轉專家就在我們身邊 歡迎香港運動及表現 心理學家Karen 盧卓行 歡迎你 首先想問一下你 就是一個運動員 其實心理狀況對他的表現 有多大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的臨場發揮 其實很受幾樣不同的因素影響 心理是其中一樣 包括可能訓練的策略 或者可能體能 飲食 心理 睡眠習慣 甚至乎運氣 都會影響得到的 但是有很多運動員 是不知道原來心理學是有得訓練 所以變相 可能當發揮得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心理學是那個決定性的因素 可能很多東西就歸咎了下去 其實訓練的質素表現 仍然很重要 剛才我們提及的話題 就是西甲 接下來可能是很長時間 有些球員都需要 就是單獨地在酒店房間裡 有一群人訓練 可能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其實這樣的安排 對一個運動員有多大的影響 其實不要說運動員 我想一般人如果要隔離 或者要在一個房間裡 溫住很多天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 心理上都會覺得 無法呼吸 或者是有些屈滿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運動員 可能再加上一項顧慮 就是他會擔心自己 將來的表現不太好 或者可能他的體能會下滑 就跟一般人的情況有一點不同 是 我相信Vicky在香港也試過 他準備一個決賽 或者整個賽事 其實你之前的經驗 告訴你雜縮 或者這些準備情況 有什麼效果 如果你說雜縮 就要分開短和長 如果你說短的 我就喜歡兩天 兩天就因為讓球員 可以適應一下 例如酒店、床褥、睡覺 那些食物方面都很重要 其實在一個單場的決賽 效果是不錯的 我覺得無論贏我輸 其實他們的表現都很好 這是我的經驗 但是現在你說這十幾年 在歐洲方面 其實我自己認為 那些球員不太喜歡集訓 例如巴塚蘭那些球員 以前哥對奧納都喜歡 例如你說飛一個小時 早上去 下午反而那段時間 可以開一個短的會 讓球員休息一下 吃東西和相處一下 反而晚上的效果 比賽就蠻好的 現在我們非常時期 就沒辦法了 就是唯有非常的手段 其實現在這樣 就是接迎雜縮的情況 除了球員的表現 另外也擔心他們 可能會影響受傷的狀況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Karen覺得 對球員受傷的影響 會否大了 加劇了機會 我想很視乎 那一隊的團隊 究竟那個練習 是否一樣都是這麼全面性 或者是有一部份的訓練 是被人剪掉 是 因為有時可能有些設施 沒有開到 或者有些場館沒有開到 有些研究可能做不到 那變成有機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大了機會會受傷 但是就很視乎 究竟那隊隊的訓練 那個情況是怎樣 這個情況的確在外國 香港也會有 香港最近你踢球都難 球場又封閒 健身室很多都不開 其實香港的狀況 Wiki應該怎樣去應對 這些情況 如果你說純粹經歷 譬如三月之前 疫情 其實我們的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起碼我們有球場 和健身室可以用到 這個就很基本 加上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如果大家也明白 有那個資訊給球員 就說我們不要那麼多群組 距離坐下來比較遠一點 要戴口罩和要洗手 不斷這樣 其實在那段時間 香港有比賽之中 其實問題沒有出現 最重要的是大家肯合作 知道是一個疫情 大家都要付出多一點 給他們更多資訊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段時間的比賽 其中一件事差不多成為慣例 就是一個閉門作賽的進行 香港是這樣 其實外國也會是這樣 以Karen過往的經驗來說 沒有觀眾 沒有人打氣的情況下 對運動員的發揮有多大的影響 其實我想好看運動員的個性是怎樣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觀眾是幫到他 有氣氛 那我就會看得好一點 但有些運動員 相反可能會覺得是有壓力的 因為很多人在看他的比賽 也不一定 所以很好看運動員的個性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些不同 歌聲可能影響了他的 應對當時的環境是怎樣的 Micky之前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普遍來的 球員都是喜歡有觀眾的 老實說 但是會有些特別的情況 因為譬如我們也有說過 阿余有些比賽就是閉門的比賽 譬如像華能西亞對阿達蘭大那場球 是 有些球隊特別在主場的威力很大 這些球隊如果沒有觀眾 絕對有很大的影響 那場球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華能西亞絕對是很失準的 阿達蘭大那場球是贏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細節的情況 某些球隊會出現 有些對作客球隊可能有些幫助 沒有受到主場球迷拆台的影響 當然接下來很多聯賽都會重新開始 除了德甲開了之外 另外芷克聯賽這個星期五會開 奧地利聯賽六月頭都會進行 看看到時會有甚麼值得借價的地方 今天麻煩Q人上來跟我們分享了專家的意見 我們又在這段時間看看 上個月進行了德國的狀況是怎樣 在疫症的陰影底下 德甲球員雖然能夠重返錄恩場上 但其實都有很多規矩要守 好像後備籍的教練、球員都要戴口罩 又要在社交的安全距離底下分開坐 又或者好像這場上週的焦點賽事 以努爾區打比 當蒙特的荷蘭攻入了對小黑04的首個入球之後 他就跟一班隊友展示一個保持社交距離的慶祝方式 講到這位挪威神風 他在最後接受訪問的時候又再顧忌從事 用三言兩語就KO了記者 片段現在還在網絡上風傳 立即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尷尬 後來的尷尬 你和所有隊友們 你走到南部的名字 那名的藍牌壁 那今天是空了 為什麼你這樣做了? 為什麼不? 是那種訊息你願意寄出嗎? 是的 你告訴我們訊息嗎? 對我的粉絲 對我的粉絲 對你和BORUSSIA DORTMUND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